政府又想拿公帑为高端擦屁股吗 施打高端疫苗的民众到日本得再多掏3500元做PCR检测 传出有民进党人士建议这笔费用该由政府来补贴 兰英立委大骂绝对不该拿人民血汗钱为错误决策擦屁股 更怒呛这笔费用该由陈时中来赔 各国大解封但台湾百万打高端的民众难出国 全球美企国认可高端 光是去日本就得在PCR多花3500元 专家说高端有没有保护力 台湾自吹自擂没有用 只拿着一个二旗报告 就要强迫大家让你上车 那高端做出来我觉得了不可能一成两成都可能 那这么低呢 其实已经不太符合这个疫苗申请的最低标准 No 你不能这样子破坏游戏规则 那为什么大家傻傻的当初都要做 甚至连中国的科兴疫苗国药疫苗他们也 卡迪娜好吃不喊卡 快来玩游戏抽iPhone14 卡 游戏称这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民主圣水 政坛传出绿营有人建议要政府补贴高端民众PCR经费 来应该骂别再拿公帑为高端擦屁股 就是用纳选的钱 为自己过去错误政策来擦屁股 你把人民的钱完全都不在乎 你就随便乱花 陈时中前部长他现在在选举他的募款经费非常的多 若他愿意出我相信大家是乐观启程 蔡政府为高端挂保证让高端股价暴涨13倍 但全球媒体国承认日本甚至追认大陆国药科兴疫苗效力 就是不认高端网友在嘲讽 对不起了科兴你不是笑话 笑话只剩底端 号称日本是大哥哥的驻日的卸代表 连他们口中邪恶的中国大陆 他们都比不上 高端被涂黑的资料底下藏着什么秘密 有多大的利益 全民都想知道 难道非得等到政党轮替 记者林信仙 王志成台北采访报道